12歲的大熊貓福州4號 這天不停地嘔白譜 工作人員速手無差 開始以為它食物中毒 或者是急性腸胃炎 但初步檢查 症狀又不是那麼吻合 於是馬上將大熊貓麻醉 再送到軍區福州眾醫院檢查 醫護人員用胃鏡一照 就發現一塊塊窩窩頭塞住食道 懷疑是大熊貓吃窩窩頭 吃得太過心急 未咬碎就不斷吞下肚 決定幫大熊貓做手術 用水沖散窩窩頭 將食道打通 洗完胃後 福州4號休息兩天 又生晚回曬 還可以如常進食 不過大家就被你嚇餐死了 在05年 四川臥龍大熊貓繁育基地 曾有大熊貓被竹葉啃死 但被窩窩頭啃傷 就真是第一次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康文報導